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了几句在我的IG还有脸书上 然后顺便征求说 各位有没有被安慰的时候听到的 没有帮助的 没有建设性的这种词语 然后我看一下非常的多 所以顺便的来跟大家聊一下 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最经典的一些安慰人的干话是什么 就是我举例的 那这句话也被说是 对忧郁症的患者来说 完全没有用的一句话就是 开心一点吗 这句话真的在绝大多数的状态下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这个人就已经在忧郁的状态下 你直接叫他开心一点 但是我相信有些人讲这句话 他也是出于好意 只是他可能不知道 要怎么样子的去安慰人 或者是他有一个前因后果 就是他有一个前面讲了 一大串安慰的诗语 然后最后才说总之你开心一点 那我觉得这样就可以 但是如果单纯的 只是看到一个人很闷 然后过去开心一点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帮助不大 然后我还有听过一个很经典 就是你压力不要那么大 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一个词语 因为这个人压力会大 一定都是有种种的原因 可能是工作上 可能是身体上 可能是家庭 可能是感情 他一定有一个原因 你就直接叫他压力不要那么大 如果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有点不负责任势的安慰 就是你要讲这种安慰的话 我就干脆不要讲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非常常听到的 他就是有的时候我很忙 然后很累 忙完之后很累 然后遇到朋友 不熟的朋友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最近很累啊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是在跟他抱怨说 我很累 但是在他听到重点 他就回一句说 你工作这么累 一定赚很大吧 哇 真的超想打他 那以上是我自己的经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IG上 大家回复的 阿丽莎莎说明天会更好 哇 这真的也是一个干话 就是怎么说呢 当然这是一个很乐观的一句话 我相信也是好意 但是就好像说什么 啊 传道桥头自然子 我就觉得 哦 我就已经面对到很很很大的困难了 那你家就跟我讲 你是没有什么建设性 那这边草也回了一个跟我前面分享的有点像 就是会跟他讲说 啊 反正你都已经赚起来了 就不要想这么多 我觉得可以顺便来跟他分享一下 我这两三年来在人生价值观上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就是赚钱还有事业并不是唯一的 我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某些人的收入真的可能比你高 但是他一定也有很多的烦恼 而且这些烦恼一定是钱不能解决的 例如健康或者是家人的健康 就这个是虽然说有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医疗 但是他也不一定可以很快的得到解决 所以讲这句话也觉得 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没有安慰到人 洋葱有回了一个我觉得很经典 就是在家工作肯定很爽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不算是安慰人 这算是对我们这种SOHO族 就是自己有工作室 或自己在家工作剪片拍片的人来说 大家会羡慕我们的一个点 那因为我自己有在大公司工作过 然后也有在家工作过 我必须讲在家工作 的确某些时候可以睡到自然醒 这点我真的是蛮爽 但是在家工作的一个缺点就是你工作跟下班的时间会变得很模糊 最后有一种随时都在工作的感觉 还有这个这个是超级干话 这个人讲的这句话真的我觉得听到我拳头都变硬了 他说这点泪就喊苦 想当年 然后哇这一听就觉得是老人在安慰年轻人的话 又想百老又想要易当年 就是想说我当年多辛苦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真的安慰不到人 拜托老人们还有我自己 都不要再这样子对年轻的一辈这样子讲 我绝对不会跟年轻的YouTuber讲说 现在很好做 大家预算都在YouTube上面 我觉得不会讲这种话 我就觉得说你们现在做很辛苦 现在很竞争 就真的安慰不到人 有一个也很经典 就是在学生时代很常听到安慰 就是大人会跟你讲说 读书会累吗 那你来工作看看 那这点我觉得不算是完全的干话 因为我在学生的时候 听到这句话会觉得 靠读书真的很痛苦 然后就真的读不懂啊 考不定同学 可是我现在自己出社会工作了 大概十年左右 回头看也会觉得说学生很单纯 我也相信学生有他很大的压力 或者是求学上啊 或者是在人际关系上遇到很大的一些困难 或甚至被霸凌等等的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我不否认出社会工作的压力很大 但是学生的压力 尤其是青少年 他的心智年龄还没有到那么成熟 没有到那么坚强的时候 你直接讲说出社会工作更累 讲这话真的安慰不到人啊 第一个是你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法 第二个是你给他的是一个更负面的未来 他现在在念书就为了为了要出去社会工作 然后你跟他说出去社会工作还会更累 他一听到超想同胎的 所以这句话我也是觉得不要拿来安慰学生了 就是无解 接下来这个也是很经典 我自己以前也会讲的 就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或者是说你这点叫什么压力 我比你压力更大 然后或者说什么 这点小事算什么 你没有必要这么难过 我以前在安慰人的时候 偶尔也会讲这样子的话 那事后想想也觉得的确帮助没有很大 什么样子的情境呢 例如因为我做YouTube 那当然我自己会面对很多酸民 或是一些黑粉 那同行 其实基本上做我们这行 一定都会有面临到这样子的状况 即便你的影片在怎么样的正面 都还是会有正义模仁 道德模仁突然跳出来 戳你一句啊 刁你一个小错误 然后很多人会问我说 这样子要怎么办 以前我会这样子安慰他 但是我后来发现 真的没办法百分之百的不去在乎 就是一般的心境的YouTuber 他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很难不去在乎 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做我们这行 就是要面对他 你要去接受他 我会这样子的去安慰 安慰他 就是没有办法 这已经是我们做很久之后的结论 就是有的时候 你想要跟一个朋友诉苦 结果他反而开始缩教 你就觉得很烦 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人他在跟你诉苦 或在跟你抱怨一件事情 他可能只是想要一个聆听的对象 想要一个陪伴 你不一定要给他一个什么很正确的方向 因为很多时候他提出来的问题是无解的 例如他提出来的问题是家人的健康 他提出来的问题是他的感情 那感情事情你很难替他解决或很难给他一个方向 是因为感情是双方的嘛 你没办法说你就跟他分手 或是你就跟他复合 这个不一定是你能够决定的 所以很多时候聆听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啾啾鞋很好笑 啾啾鞋直接回复说 所以我从来不安慰人 就是安慰人也是一件我觉得在EQ 在情商上非常难的一个技能 我也还在学习 我觉得近年来我有变得比较会安慰人了 但是可能要经历过的事情比较多 才会比较安慰人 怎么讲呢 我觉得一样的话 不同人讲可能安慰的效果不一样 例如一个10万订阅的YouTuber 然后跟他的家人或是跟他朋友抱怨说 他被酸民攻击 那可能正常人的回应是说 这个没有那么好值得在意的 他可能会觉得这都是干话 你又没有经历过 但是如果他今天跟的是一个50万订阅 或是100万订阅YouTuber讲 他们也这样子回 一样的回答 但是他觉得对方有感同身受过 他可能比较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一样安慰的话语 不同的人讲出来 效果可能也不一样 接下来这个人提的我觉得也很经典 他就说 你忧郁症就是因为你负面的东西看太多 看看正向的书籍并且乐观一点 这个就跟前面讲的 开心一点 是一样的逻辑 家常版 当然我相信有一些书 或是有一些电影看了会比较乐观 但是我觉得忧郁到很严重的情况下 我的经验是真的去看医生 去諮商 不管是精神科或是身心科都好 就是去諮商 让专业的人给你一些判断 那刚刚看的是IG的留言 那同样的贴文我也有发在脸书上 我们来看一下脸书上大家回复的是什么 被安慰的干话 这个是球球回的 球球回说 就是长得漂亮身材好 才会被性骚扰 就是人家都已经被性骚扰 你还这样子安慰他 我觉得 很欠骂 这个也是在分手的时候会很常听到的一个安慰方法 但我觉得他并不正确 他说别难过 走出情商的最好方式就是教下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今天你只是要为了覆盖掉上一段感情的痛苦 而去教了下一个对象 很可能下一个对象只是你的一个将就 就是只是那个人很可怜你知道吗 他只是为了要让你覆盖掉上一段感情 那可能那个人你并不是真心喜欢的 或是长期相处起来 你后来又跟他分手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你又赶快再去教下一个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分手固然是很痛苦 但是要想清楚 不要为了覆盖掉情商 然后去赶快教下一个 这个安慰方式也没有到很好 我接下来这个应该是做美容美甲的 他说美甲师很好赚吧 整天只要把手弄得漂漂亮亮的都不用做事真好 我个人是对于美甲比较陌生 但是我接触过蛮多服务业 我真的觉得服务业都超辛苦 美甲算服务业吗 算美容业 就是这种服务性质的行业都很辛苦 而且他们都要很会察言观色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服务业是非常的好的 如果大家常出国的话 就知道台湾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 所以讲这个话真的是 他已经可能累了一整天 美甲师累了一整天 还要听到这种话 一定是很赌篮的 然后这个我觉得可以讨论 但蛮多人帮他按赞 他说低潮的时候加油就是最刺耳的干话 我相信有些情况是这样 例如你发一个很沮丧的文 然后来留言的人都是一些不熟的人 然后就讲加油加油 就是你觉得也没有帮助到你 但是至少我觉得加油两个字 他本身是好意 但是你遇到很崩溃的情况 的确这种网路上的加油的留言 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但有的时候如果对你说加油的人 是对你意义重大的人 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例如是对你说加油的人 是你很尊重的一个人 或是平常对你都是很不苟言笑的人 或是你很喜欢的人 就是他们跟你讲加油 你就觉得好窩心哦 所以不同的人讲加油 我觉得效果也是不太一样 哦这个很好笑哦 这个我觉得很经典 他说你们自己是医生是护士 你会感冒哦 跟大家讲感冒是会传染的 有时候会得感冒不是我们决定的好不好 如果能决定的话 没有人会想要感冒的 但我很好奇 真的当医生当护士会听到这种话 就觉得百分之百是干话 超想打他的 讲这种话真的是蛮奇葩的 我这个也很好笑 这个也是我们前面有讲过的类型 那你就想办法快乐一点啊 哦 哦 腿断掉了 那你就想办法站起来啊 我很穷 那你就想办法变有钱啊 我也知道啊 真的是有点接近废话的干话 哦接下来这个在大公司非常可能遇到 就是你会面临到一个状况 是你在一个团队里面 然后你能力比较强 结果老板都把事情丢给你做 但是你领的薪水 跟同一个团队的废物是一样的 领的年终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 就有人安慰你说 没办法啦 谁叫你什么多会 能者多老哦 就是 很常听到这句话 还有什么能力越强 责任越大 我觉得如果今天就是能力越强 可以得到越好的报酬 越好的薪水 那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今天大家都领一样的月薪 你就觉得 哦 就会 就是会替自己感觉到不止啊 所以 这个也是很常听到的 没有用的安慰的话 各位这个我小时候很常听到 这几年还好 但是小时候真的会这样子讲 就是啊 男生抗压性不能那么差啦 或是 男生哭什么哭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性别歧视 凭什么男生就不能难过 就是我们难过的时候 也是很想表达出来的 但我觉得 这些年来台湾的性别歧视有好一点点 一阵子没有听过这句话啊 哦 还有这句话也很经典 吃苦当吃补 哦 不行啊 谁可以吃苦当吃补的 这个 拜托 举手 留言让我知道一下 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吃苦可能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但很难把它当作吃补 这什么 自虐性人格吗 我无法理解 吃苦当吃补 我也是觉得没有什么用 超多人回能者夺劳 所以很多人会听到这句话 感觉好像也是学生时代 分组报告的时候 都某一个人一直在那边做报告 其他人在那边挂网一样 这我没听过 但是我用看了就觉得很愤怒 你就是过太爽 才会得什么 忧郁症 这绝对是 风凉话 这已经不是安慰人的话 这个是风凉话 会讲这句话的人 本身应该也没朋友 那看完了 我在IG还有脸书上的安慰人干话之后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会越安慰越生气的话语 大概就那几种类型 要嘛就是那种直接叫你快乐一点 或是要嘛直接跟你讲说 你就能者多劳 你就多做一点 还有一些花式干话 我觉得真的安慰人不要讲这种话 你宁可不讲话都比较好 真的不讲话只是陪伴 我觉得本身也有达到一个安慰人的效果 但我也不否认 其实很多情况要安慰那个人是真的很难的 因为那个问题可能远远不是一个旁观者可以解决的 但是我自己的做法就是陪伴 然后呢 我会多跟他讲一些我自己发生开心的事情 跟他分享 如果他愿意听的话 当然如果他都听不进去 那也是没办法 但是我会愿意就是聊一些我自己的事情 或是我真的有经历过的事情 我觉得同行比较好安慰同行 因为比较可以感同身受 所以各位如果你是很忧郁的人的话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多找朋友 然后聊聊天 我觉得真的跟朋友聊天本身是一件很疏压的事情 就算他不安慰你 但是我们在聊一些好笑的事情 本身就疏压 但是如果真的情况很严重的话 我觉得要考虑去看医生 就是我觉得忧郁症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尤其现代人很多行业 遇到压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就是要努力的想办法让自己好起来了 那各位如果有什么听过也很经典的安慰人的干话的话呢 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 然后不要再用这种干话去安慰别人了 以上是今天的心灵talk 尝试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